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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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胡宗欣有打電話 然後跟他講說說道歉這樣子 當然這個是王啟民單方的說法 我們希望胡宗欣公開的講 就是要道歉不道歉 我覺得也要公開 就是有資料沒資料要公開 那要道歉不道歉 也請你公開的說 因為這件事情對於 還原整個社會的真相 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可是如果真的有這個 私下道歉這件事情 那我必須說 那顯然比一週刊還要無所本 就週刊的角度來看的話 他可能還有一個採訪過程 就我們大法官會議解釋來講 只要你有足夠的查證 然後足以讓你相信這個事實的 相信這件事的話 即便不是事實 你的報導也不會有誹謗的問題 所以對週刊來講 他至少有盡了這個查證的義務 所以對他來說 他會覺得他沒事 那如果要私下道歉的話 我就會很擔心 可能會不會連查證的過程都沒有 重新講的很重要一點 就是要不要道歉 這件事情有沒有真正的證據 要攤開來 沒有證據就說自己沒有證據 那要道歉就公開的道歉 不道歉就講清楚說 我的事真正的 我很有把握 我絕對不會向你道歉 不能夠搞一個私下 或者是偷偷的 這當中都很奇怪 所以如果說現在 現在因為這檢察官你講了說 他說告的話就拿出證據來 那我就告啊 你就拿證據出來 結果你又沒拿證據出來 然後偷偷來跟我道歉 這什麼意思呢 馬相當你覺得是什麼意思啊 這是前聚後宮 設立內人 大街上羞辱人 小巷子裡面道歉 我覺得如果當你在公眾平台上面 你的工作態度是這個樣子 你真的應該趕快滾 這個是基本態度問題 當你在爆料的時候 並不是只有王啟民聽到 如果你今天是跟他在某個餐廳裡面 你們兩個人吵架 你私下道歉我沒有任何意見 你今天爆料的對象 是包括我在內所有的人 你意圖的影響的對象 也包括我在內所有的人 你今天憑什麼只跟王啟民道歉 因為連我都受你的影響 因為我信你胡宗信幾分啊 你講得這麼的斬釘截鐵 譯證詞言 就是說譯證詞言 你告訴我說台灣 台灣這個禮拜 這政局會變天 會翻船 然後如果敢告你的話 你就讓人家變成政治廢廢墟 那種近乎恫嚇式的口吻 雖然胡宗信在第一時間 講出他有所本的時候 我也在公開場合講說 我預期那一本就是一週刊的A本 那到現在為止 看起來你的一週刊的A本的水準 你都沒達到嘛 那你之前 你今天你只要回頭再去看 你在禮拜一 禮拜二 你在媒體鏡頭前面那種 裝槍做事的口吻的時候 你今天如果你只是在小巷子裡面打個電話 就要人家把告給撤了 這算是你所講的有良心的媒體人嗎 你只要用你自己在公開場合當中 公眾平台上面 你訴求一個公眾知識分子的標準 去衡量你自己今天該用怎麼樣態度 對應就可以了 我不見得一定要用像是 像是劉一宏講的就是說 你應該要馬上離開 離開這個位置 可是你起碼要有一些 一些比較誠感的態度出來 因為你的資料很單薄 你的言辭很誇張 你用這麼誇張的言辭 然後去在這麼薄弱的資料上面來講 這個人今天 好歹還因為有一些人出來 所以平衡了之後 大致上面是逃過了你的魔掌了 坦白講如果說今天沒有 沒有那個叫什麼無門中的 這些人出來講話的話 這個人他是副總統 他不是白口莫辯嗎 沒有我覺得現在就是可以看出來 一個人就是是不是個俗辣 我覺得有幾個事情可以觀察的 一個就是說 有沒有他在口裡面 胡忠信有沒有講過吳敦義三個字 沒有 沒有 為什麼 因為吳敦義講說 只要你敢講我的名字 我就 提告 告你 所以為了不讓吳敦義能夠告他 所以他連吳敦義三個字 從來都沒有出過口 後來他講說X先生也可能是個制度 這個制度 也可能是一兩個人 現在他 另外一個王啟明主任檢察官 他告了 告了以後胡忠信是什麼態度 是跟他道歉 他也沒有 他也沒有指明王啟明檢察官 他也沒有 但是王啟明就告了 對 他是他就開始就就告了 他不像吳敦義說 你還要講我的名字 這件事情不一定要指明 只要是當你的指涉 會讓所有的人都聯想到同一個人的時候 這個時候就可以視為誹謗了 好 那現在我們也要弄清楚一下 到底胡忠信是不是已經向主任檢察官去道歉 那主任檢察官這過程是怎麼樣的啊 我們現在是在線上 我們就來連線的是雄檢的主任檢察官王啟明 王主任 王主任你在線上嗎 我在線上 你好 謝謝主任 你好 所以是不是可以跟我們釐清一下 就是胡忠信對你是確實有有道歉嗎 是在什麼時候 應該是在昨天8月中午的時候就已經有電 在電話裡面 他先把到我的辦公室電話 那有說要跟我道歉的意思 在電話裡面也講了道歉兩個字 那但是我是希望他要在 因為他是公開的講這些事情 那我是希望他就是在公開的場合 在原來的場合要講 那他同意嗎 他本來是說本來是同意 那我的要求就是要沒有條件 那不可以撤但書 沒有一大堆前提的這種道歉 而且必須要講明道歉兩個字 然後對象是我 那我只有這樣子的一個條件 那昨天晚上他們節目我並沒有看 那我去新聞界的媒體的朋友跟我講 他似乎沒有在節目裡面公開道歉 那所以到今天中午的時候 他又打電話到辦公室 那是我太太接了電話 那這次我沒有接到 所以胡宗信先生一共打了幾通電話給你 你接到幾通 我接到兩通 你接到兩通 我太太接到一通 所以一共三通電話 對 沒錯 三通講的都同樣的事情 那就是希望你撤告有沒有這樣講 有 他當然是意思就是這樣子 大概意思就是這樣子 當然是希望就是他 他願意跟我道歉 然後說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他就說他搞錯了 他完全都 他只是說他並不是在指我或者 我就說 可是你後來在一週刊看出來之後 你有講到說 就像一週刊所講的 那意思就是在講我 那他就說他這樣子他願意 願意道歉 就是這樣 您覺得他誠懇嗎 至少在第一時間 我就馬上跟我聯繫 那我也算是至少要感受到 他的一絲誠懿 所以主任 請教你 他如果跟你道歉 你會接受 還沒得到對不對 只要是 就像我講的 各種各種各種 公開 沒有條件 沒有前提 沒有淡書的這種道歉 那我就撤告 主任會不會覺得說 其實現在大家也知道 他跟你道歉了 然後也 也知道你其實這件事情 你是清白的 那可不可以得饒人處且饒人嗎 對啊 我本來就不是 我本來就不是 一定要讓這些媒體朋友 或者是名嘴們 一定要他們去受 牢獄之災或者是說判刑 我只是要 還我一個清白而已 我只要我這一個目的 他有沒有跟你解釋說 他為什麼這樣子說 他為什麼把你 把你影射成一個 把你影射 你就是這個主任檢察官 在這個裡面 扮演了整個大的 這樣子一個醜聞當中的 重要的關鍵角色 他難道都沒有跟你做解釋嗎 我沒有問 我沒有問他 但是我們大家都心裡有數 大家應該都知道嘛 那為什麼就講 X先生然後又講檢察官 然後就剛好 一周刊就剛好講 就剛好報這兩個 應該大家心裡有數嘛 所以主任你是覺得說 其實他就是有一周刊的料 他只是跟著一周刊講而已 對不對 那是我心裡的想法 OK 我覺得胡中心先生 他的這個最大的責任 是他根據一周他的報導以後 他加油添出了 加上了一些情緒性的 行動詞在裡面 什麼台灣的檢察官 就像義大利的黑手黨 是由黑白兩道培養出來的 您這樣子就撤告的話 是不是對您這個司法界的親遇 整個司法界的親遇 是不是就好像說就無所謂了 這個問題可以分為兩部分 第一個就是屬於這個 我個人的這個部分 個人的部分 這個是誹謗罪的這個問題 OK 那在個人的這個部分的話 當然我只要反正他道歉了 他也講說他講的不對或不是 那這樣子的話 OK 我就可以撤告 就是反正他 他已經向我那個道歉了 那第二個問題就是他 講台灣的司法界 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那這個可能屬於 公然侮辱公務員了 那這個這個不是我個人的法義 那這個是另外一個法條 會不會構成 我想司法局官是另外考慮的 那個不是我 我個人可以處理的部分 好 主任最後一個問題就是 你會覺得胡仲信的作為 像個俗辣嗎 你會看不起嗎 那這個這個問題 我想公道自在人心 大家自由評論 好 向來最後一個問題 檢察官我請問 因為畢竟您是高雄的主任檢察官 那這起案子發生在您的轄下 林醫師的案子 這段期間有沒有過任何人 跟你們提起或者你們有沒有任何耳聞 或者接到檢舉 跟林醫師或者說中綱的這些廢料的 廢渣處理的問題相關的案子 好 對不起我們現在先停一下好不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馬上再回來 我們再來請教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馬上再回來 我們再來請教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馬上再回來 我們再來請教 所以現在這個檢察官呢 他就提告 結果他講說 胡中信就打了三次電話 兩次次給他 一次次給這個檢察官的太太 一共三通電話 跟他說他想要道歉 但是始終沒有這個公開的道歉 所以檢察官到現在也不願意撤告 一定要他在公開的 在他原來的節目的時段當中 來給檢察官道歉 好 但是這個事情我們先講 但是剛才有一個問題請教一段 檢察官就是 在你們的眼中地永是一個 非常惡劣的污染犯 一直以來都是對不對 當然 對 所以你們難道沒有 為什麼沒有懷疑過說 這麼這樣子一個差勁的一個污染 污染的一個奸商 竟然可以拿到各種的合約 而且這樣子的一個污染 今年他還拿到合約 你們都沒有覺得奇怪嗎 他有沒有拿到合約什麼的 在我們那個處理案 那個地永案的時候 在地檢署的這個階段 我們完全不知道背後的事情 那因為這個部分 是屬於行政機關的權責 地檢署是沒有辦法去介入的 不過以地永這個案子來講 因為我是接到那個看到 是一個照片 只有照片 就是三個農地的 有三個農地堆製 堆製的 就是好像已經被那個檢舉了十幾次了 然後都裁罰怎麼樣 因為我們的來開會也不是那個案子的那個承辦人 那所以我們只知道說 我一看說這種長期不改善 我那時候的想法是 他應該是他的這個利盾 遠大於這一個被罰的罰權 他罰不怕 所以我會要求他 我會要求環保局 回去想看看有什麼樣的一個法令 有什麼樣的一個辦法 可以去解決這個問題 那目的目標是什麼 就是要移除污染源 簡單講 我就要他們積極想辦法去移除污染源 所以環保局去找中鋼去斷料 也是你始料未及 對始料未及 那是他們在內部會議裡面 內部會議裡面他們做決定 我們現在在線上 我們邀訪的是這個熊檢的王啟民王主任檢察官 王啟民非常謝謝你接受訪問 謝謝你接過我們連線 謝謝 好 謝謝 好 那這個 如果我們回到說王講官剛剛講到的說 胡中信打了電話給他 然後跟他道歉一共三次 其實這個情況呢 楊老師其實大概一個結果 大概就是胡中信不會在節目裡面公開道歉 我一直不斷的私底下跟你道歉 道歉 道歉 就是說你不要再讓我公開道歉的意思嗎 其實就這個意思 對 我想如果照這樣子的一個過程來看的話 應該是這個樣子 可是我認為胡中信先生他可能會用某種的這種表達方式 希望能夠讓這個王先生 王檢察官能夠滿意 比如說以我個人的經驗來講 以前我曾經告過這個新新聞 因為新新聞曾經罵過我 說我是邦賢文人 我就告他 就告他以後 新新聞也是一樣 就找我的老師 找各方面的人來跟我表示說這個 希望我不要告 我說這樣好了 我說你登一則新聞 你表示遺憾就可以了 所以以我當時的處理方式 我剛剛聽這個王檢察官的這個聲調 他的語氣 我認為他也是個與人為善的一個人 所以如果就這個角度來看 我認為如果說胡中信先生 他在這個公開的場合裡面 講一個說我表示遺憾 這個大概檢察官也會OK 我認為他可能會有接受 我想大概檢察官一個條件已經 開得非常清楚了 就是要道歉這兩個字 但是這個我覺得現在看到的一個 一個讓大家覺得不可思議的情況 就是說因為吳敦義說 你只要講我的名字我就告你 所以到現在胡中信完完全全 不敢提任何吳敦義這三個字 好 那現在檢察官告了 你沒提他的名字他一樣告你 告了以後 胡中信採用的方式 不是把證據丟出來 讓你們死得難看 而是偷偷的打電話三通電話 他把一周刊丟出來幹嘛呢 為什麼把一周刊丟出來 一周刊我們自己去買就好 硬也可以幹嘛丟出來 丟一周刊給我沒有意義啊 張榮你 我覺得他的所謂的文件跟證據 並不是一周刊 不是 可能不是一周刊 我相信他有他的文件在啦 只是拿出來的話 可能會讓大家嚇一跳 也許是廟裡的一首籤詩啊 或者是哪一個當機寫的天書啊 你這樣拿出來不是很難看嗎 有可能啊 你真的覺得你這樣講 會不會比我講得要好嗎 那也叫文件啊對不對 而且天上的事情誰知道 不過因為我這兩天我常常提醒就是說 因為你這樣王啟民只是被影射 他就告了 他有權判賠 所以我覺得無敦一 無敦一不要等到人家把你名字講出來 無敦一現在就去告胡中信 對不對 不過無敦一要告 我覺得無敦一要告必須要去思考 他是總統副總統這個層級 其實總統副總統這個層級 我覺得他跟一般人不一樣 一般人其實被誹謗了之後 他其實是沒有管到說我被冤枉了 對不對 那像楊老師甚至於都還必須要拜託說你寫一個遺憾啊 什麼等等的 就是沒有管到 可是總統副總統這個層級是 你被冤枉 這幾天新聞經過了這樣子一連串的追蹤 其實坦白說我覺得無敦一他的清白相形之下 是回來很多 比王啟民回來很多啊 因為大家不會去關心你王啟民這件事情到底是真是假 可是大家就會去追 搞了半天什麼陳啟祥的藏人 搞了半天是陳啟祥的女友的前夫的兒子的藏人 所以就是說當你知道了這整個的過程之後 我覺得無敦一因為他那個位置特別被關注 所以他的清白一定程度被回來 要用訴訟的方式其實並不是件好事 那我想其實現在主要是在看的就是大家就在觀察說 胡中信怎麼樣還能夠坐在那個地方 我覺得這才是真正的難堪的一點 其實我覺得這才是個人誠信的問題 其實你說報錯料我覺得這是一個層級 後面呢 態度 不認錯的態度我覺得才是 那你把你手中的資料 當成你個人武器是一個 一件就媒體人來講 絕對不可以犯的事情 因為你手上的資料是你的責任 你的社會責任 而並不是你的武器 那你現在拿出來變成說 你不能來告我 你告我就拿這個證據 那當然要先拿出來嘛 那你對這個社會的責任是什麼呢 就我沒有看過說 我只看過說保護消息來源 對 我沒有看過要保護你 要揭發的那個對象的 那你有什麼好揭發的 重點是他有自己先講他有證據嘛 他如果不說 當然我們就不可能要求他所謂的新聞來源 就新聞學人是這樣講 但是你已經講我有證據 你有證據的時候 那在這個時候 你當當事人提出來 那你證據拿出來的時候 你就必然要拿出來 否則怎麼樣 都是在呼嚨所有的我們一般的民眾 我覺得他除了跟王啟翔 這個主任警察官道歉之外 其實最缺欠的是什麼 跟所有的人道歉 為什麼 台東國 喔 要爆料 大家都相信他喔 對 很多人都去 都是什麼 去買一週刊 這害得我 時報之間都沒人被 所以我現在很早 我覺得要告他詐句就在這裡 那 這是很重要的問題 一般的民眾 你們也要告 一般你們上電視的 我們講在評論的人 你們現在沒人要信任 為什麼 因為你一個這樣子一個 大家哭 胡宗慶跟公開信事淡淡 結果 結果 講出來都是胡扯亂蓋的 那這樣 你們以後講話誰信啊 你講話沒有誰信啊 你這時候你要提到 政治評論人的羞恥 如果這樣 只是傾向下去的話 因為胡宗慶的 胡宗慶或者說 經常有名嘴在 在爆完料之後 就會擺出這個姿態 你來告我啊 你來告我啊 你告我之後 我就把資料丟出來 那個是很奇怪的講法 因為 因為你手上的資料 是在暗示我們說 這是一個犯罪證據 這個犯罪證據 是應該你要揭發的 你怎麼會 等他來告你才丟 那如果他不告 你就不丟嗎 你保有犯罪證據 幹什麼呢 犯罪證據應該是說 就算你不告我 我還是會丟出來的 因為這是你的犯罪證據 我揭發你是要 讓你難堪 讓你死的 你怎麼會說 當作是一個條件 這個犯罪證據是 你告我的時候 這個犯罪證據 我才會拿出來 那個是非常 不合邏輯的地方 你隱匿犯證據啊 可以有一個情況就是 你把它丟出來以後 就把證據就交給 這個 司法單位啊 交給司法單位 這個是 這個是邱毅常幹的事情 當然也可以 報完以後他就交 因為那東西要先報啊 因為虎中心一直講的是 文件跟這個資料嘛 其實照到你也可以 有一種情況就是 我是真的有消息來源的 但我的消息來源 我不會在電視上曝光 可是如果檢察官 要傳訊的話 我的消息來源 他是會出庭的 對 可是這跟你那個證據無關 可是這跟資料 跟文件又不一樣啊 不一樣啊 對所以我想像不出來 文件可以拿在自己手上 所以我就跟你講 就是牽絲嘛 你又不信 到時候出來就是天上給的 我想再說明了 你拿到出來 我們牽絲我們也信了嘛 那就拿出來嘛 到底什麼 因為你不要講說 你有證據 我有證據我要拿出來 那就拿出來 簽絲也沒關係 先人敢 你講的字也沒關係 你不要貼著的文件 我想再說明一下這個 這個吳敦義 該不該告這個問題啊 這個我想吳敦義 跟這個王檢察官 兩個人這個本質上是不一樣 這個吳敦義是個公眾人物 那王檢察官他不是 這個 因為他作為公眾人物 他有很多的工具 他可以去做澄清跟反駁 所以他不告 我認為是適當的 那對王檢察官來講 我覺得既然是作為一個司法人 你也那麼懂法律 你如果不告 很容易讓人家解讀說 你默認了 所以我認為王檢察官 是應該要堅持到你 不過胡宗信這件事情 有一個相對應的 好的一個發展就是 接下來再報一個曾永泉 然後現在 我當然有些人也是相信 那是用影射 對 可是接下來所有的媒體都說 那證據在哪裡咧 然後甚至於就有 綠色的立法委員都說 我先看到證據再說話好了 我覺得某種程度也是這一次 就是爆料吳敦義之後的 後續就變成 你每一次爆料 大家心裡頭開始就有了一個 分寸說 先看證據 先看 先拿東西出來 但是這個這個事情 這個標準是 一直以來的標準 應該的 對 所以現在還到了現在 還會出來一個 這樣子的烏龍的事情 這是很不可思議的 但是 那我們讓我們看 這個事情 整個案子是不是 繼續也有發展 有喔 有發展的 我們待會回來看 我們都記得 2004年總統大選 陳總統公開宣稱 大陸沿海部署 496枚飛彈對準台灣 特別強調消息來源 是來自情報系統 因此他也以總統身份 發動防禦性公投 不知道是不是 時間上的巧合 隨即大陸展開 百日圖碟行動 一口氣抓了30多位 台碟入獄 其中17人 遭到大陸判處 10年以上重刑 有沒有被抓 我們不知道 就算有被抓 跟總統有講那些 飛彈的數目等等 都會有關係 我是覺得 這是超乎長年這個聯想 做出來的戲啊 這麼是在這個台灣的那個 這個媒體裡面 在那邊搬來搬去 好啊 做得像真假 我不相信他們是台碟案子 我覺得他們今天 空定上看起來 他們都是幾乎是 統一口氣在講話 把這個責任啊 栽贊給我們的政府 我覺得這個實在是 破全世界的紀錄 不過他們演技好像都不錯 演得很好 各一的那個金馬獎 歡迎回來宣言總會來 庭桑來做會 今天呢其實 在整個林醫師案 是有一些新的發展的 因為先前呢 其實就有一些的事情想說 其實陳啟祥為什麼會變成污點證人 因為他不只咬了林醫師一個人 如果他只講林醫師這麼一個事情的話 恐怕沒有什麼資格當污點證人 對不對 因為林醫師的犯罪情節 在那個錄音證人都已經有了 所以一開始檢察官 沒有同意他的污點證人 之後同意的時候 那時候大家都說 林醫師是不是有新發展 我說不是 檢察官會同意他 一定是要他再咬出其他的案子 沒錯 你如果不咬出來 你污點證人是當不下去的 那其他的案子 陳啟祥應該 對 那這個曹新有新的 對 就我們 我們的記者到南部去採訪 採訪了很久 大概一兩個禮拜 其實在 這個我們陳啟祥 在當地 做爐渣機的行業裡 對 許他都知道 他不是現在才簽 他五年前 在林醫院的時候就已經簽了 那當時他能夠簽 那也拜託了很多的人 那他曾經吃過雞 就是說他曾經拜託人 跟黑色下去 他就拜託人 請託人 結果人家把他給錢收了之後 沒辦事 那包括有有里長去委 然後又要拿這個 什麼的這個公關費 公關費 他也給 結果他就發現 不好 到最後呢 他這個我們講 這個女的呢 他這個小三呢 就教他說這個 陳彩霞說 陳彩霞 錄音 就開始錄音 所以他後來有兩個里長 也因為他有錄音 然後呢 作為陳堂證物 所以他當初我幫他拿多少錢 結果這兩個里長被判刑 對 所以我們了解的情況是 這個整個這個 我們剛才講 所以他錄音是他的 他錄音是他的習慣 習慣 因為他被騙很多次 所以當他 甚至有人 民意代表要跟他借錢 他都錄音 哇 所以這個是 你應該是被錄音 搜多久的 你看這幾年大概四到五年了 知道這幾年下來 陸陸續續跟他交手過的人 都知道 這塊很厲害 就是他每次做事情都很緊張 都把你錄音下來 所以在過去這幾年裡面 有兩個里長還有一些民意代表 曾經被什麼 里長被起訴判刑 另外還有幾個民意代表說 我還要救急 繼續把他錄音起來 還不敢說話 所以這裡面我們講 特徵組幫他轉為 污點正能的重要目的 要有重大貢獻 否則污點正能 不是隨便可以轉的 哇 那現在不是一票人都在 所以 流汗 流青汗 流青汗 冒冷汗 就是 走得到 特徵組到底收到了幾片 目前我們知道大概有九片 那顏色 藍的 綠的都有 所以你要辦 你就好好的去辦 尤其在南部一般來講 國雲事業你們其實真正了解 這樣的一個政治生態的人都知道 綠的其實還比藍的還多 所以你特徵組要真正去辦 不是用喊的 你要知道 整個中綱底下有130個子公司 這些子公司下面的 所謂的下游料 多少 多少 多少的 我們的人民的血汗血在裡面 如果特徵組不好好辦 我真的 真的來替一替 我真的覺得 因為其實前兩天也是有媒體報導說 特徵組有收到八九片的光碟 然後都說是錄音檔這樣子 然後說大家人人自圍這樣 可是你知道因為過去在辦扁案的時候 我現在對於特徵組 傳出來的新聞報導 我都要打一個大大的問號 因為有的時候可能是他們 很惡意的放風聲 其實放出來的風聲目的是什麼 目的其實是要瓦解很多人心的 我舉一個例子 不是在講說趙堅明被押的時候 什麼什麼收到什麼小吃店的發票 說什麼可能有去酒店 什麼的 請問一下那些發票到哪裡去了 後來就證實根本沒那些事 其實這些消息傳出來 是目的要瓦解 這個他老婆的心 然後說你看你老公去喝花酒 你還跟我們配合一下 開開發票 你知道這一些 有他的偵辦的手法在裡面 我跟你講用就是用放消息 然後把記者當工具 然後後來使用的情況是很多的 不過因為曹新他們還有到當地去 做的採訪的查證 我先講一下就是說 地方上會有這種傳言 最重要的原因是因為之前小港有兩名里長 也是被他錄音 然後也被辦了 再加上這一次林毅市 也被錄音 也被錄音 也被辦了 所以他們就會覺得說 這中間想必一定有錄音 可是我等你講一下 兩件事情 如果真的有的話 我認為特徵組早就幹了 第一叫帳策 他是一家 他是一家有登記有案的公司 我是要做帳的 我是要去報稅的 那這個是有公開的帳 他一定還有個內帳 我這個人給多少錢 理論上這個帳策是有的 他一定要拿出來 不管他有沒有 他一定得拿出來 第二個 第二個就是這個錄音 其實這兩個都是辦案很重要很重要的證據 如果說今天特徵組真的有在辦的話 我認為早就傳訊一堆人來了 為什麼到現在沒有看到任何的傳訊 所以我會懷疑這件事情的真實性的原因 是因為我沒有看到後續的動作 我覺得這個事情就是鳳欣講到一個很大的重點 就是這整件的案子牽涉到這樣子 一下子爆出來一個這個 一下子又影射了一下那個 其實最主要的根本就是因為沒有結果 對 沒有辦出來一個情況沒有一個結果 所以大家就開始謠言紛飛 所以如果要制止這樣 唯一的方法就是 特徵組你好好辦 而且要快快的辦 一定要給大家一點交代 所以現在這個看起來 我們也要看說 馬總統在這整個的一個 我剛剛就問說 馬總統是不是因為林醫師案 整個清廉的招牌都已經毀了呢 而且從他的親信涉灘 另外呢就王院長去見了小英主席 是不是當中是不是有一些的 蠻蠻尷尬跟蠻敏感的一些事情發生了 而且就奇怪 竟然就會被網友拍到他的車停在這個 蔡英文家的門口 王靖平是怎麼樣說的 王靖平說其實這件事情 他跟府方跟甚至跟行政院 他都有溝通過的 我們先來聽聽看王院長今天針對這個事情 非常正式非常嚴肅的講了一段話 我早在這個我要出國前 就已經跟陳聰院長講過 因為那天陳聰院長來看我 我們兩個人私底下談五人小指的會 我都講得很清楚 我已經去拜託誰拜託誰要怎麼做 但是呢當然我沒有告訴他說 前天晚上要去吃飯 當然我沒有告訴他這樣子 所以好像好像其實沒有告訴馬總統 是不是 我們待會請教 但我們先請教了一下 就是有沒有跟馬說 小平見到小英有沒有跟馬說 半江太極啊 總統發言人他講說 為了使臨時會順利的召開 立法院長王靖平廣泛的拜訪在野黨人士 有助於順利通過法案馬總統深表肯定 那王院長拜訪民進黨前主席蔡英文 是不是有跟馬總統報告 府方沒有要多做說明的 今天就這一個 老師你看喔 報告了沒有 我覺得這個有沒有報告其實不是重點 不過總統府的發言是一定要這樣講的 因為總統府的發言如果說承認說 他都沒來跟我報告 所以總統對這件事情表示很不愉快 這樣子的話那就公開扯破臉了 所以我想在這個總統府的這樣一個立場上 他一定是會做這樣一個說明 那王院長他這個理由其實就我個人來看 也說得過去了 因為今天立法院很多立法委員都是在 這個蔡英文擔任這個黨主席的時候 提名跟輔選的 所以我相信蔡英文對這些民進黨立法委員 是有一些影響力 所以王院長他去對 講得過去 希望說這個蔡英文能夠出來協調 使這個民事會能夠順利 我認為是有他的道理在 只是說你作為一個院長 你明明是有一個主持會議的這個權力在手上 你不去用 你去用這樣一種方式 那這當然見仁見智了 就我這個研究國會的人來看 我是不以為然 老師你的意思是說 你要行使權力應該在上次會議的時候 就把事情都解決 不要讓人家站在那個地方 你在民事會你也可以用一個很強烈的方式來主持會議 然後現在就開始各處穿梭 斡旋 你覺得他在展現自己的實力嗎 對 他不是在展現 他是在增加他自己將來的政治籌碼 對 你看我這個會議能夠成功 就是因為我事前有這樣子的一個 我到處去斡旋 一個斡旋的這個結果 那你將來你馬先生 你我是有可能被取代的嗎 你找別人 別人願意像我這樣子去奔走嗎 他是在增加自己的籌碼 其實現在這種斡旋還有四處奔走 是不必要的 臨時會其實是不用開的 如果王院長能夠上次把那個會議好好主持完 其實就已經結束了 不需要他現在這麼辛苦的奔走斡旋 對 這也是一個 王金平的動作 就是最近的這些動作 他最 對我來講 我覺得最重要的政治意涵就是說 王金平為了臨時會 他開始動了 那因為之前6月15號之前 三個會期即將要結束前的最後那五天 那五天 那五天 民進黨盤 盤踞了立法院的就是說議事大廳 整個過程當中 王金平都沒有動 王金平是沒有角色的 但是王金平開始動了之後就是說 如果是7月28號開的話 這場臨時會王金平要站上第一線 那這個是在政治上面 但是通常在立法院裡面一般的理解 只要王金平站上第一線 那個案子就會過 那是不是王院長也在這樣子的一個 斡旋和奔走當中 告訴馬英九說 我動 才能過 等一下 我補充一句話 這個因為剛剛這個 提到說這個上一次的這個會議 跟這一次會議的這個比較 那上一次民進黨肩閉親眼 所抗爭的是美牛事件 美牛事件 其實在臨時會的問題 已經不再存在了 因為民進黨已經自己 建好一個下台階了 聽說只要那個聯合國的那個會議通過 我們就照那個標準嘛 對不對 那那個標準其實 國民黨也是接受的嘛 所以其實那個爭議已經沒有了 我認為這一次的臨時會 本來預期就是會很平順的過去 當然要這樣過去了 那王建平有什麼功勞呢 對不對 假如這樣有什麼功勞呢 所以王建平就要事先這樣動一下嘛 對不對 表示說你看能過就是用我的付出嘛 而且還很妙就是 王院長這樣子的奔走斡旋 你不管馬總統也好 陳院長也好 你們都要敏感五內 因為人家真的在奔走 對 我們待會兒回來請教 好 好 回來 回來請教 來做會 好 王建平院長是葉慧小英主席 這件事情看起來 因為這時機實在太敏感了 他星期一的時候才去了 星期一的時候才去了 這個跟馬總統去見面 然後呢這個星期三的時候 他就晚上去跟蔡英文見面 而且更妙的是星期三的下午 馬總統才正式的宣布 他要來競選連任的黨主席 所以這整個排下來 真的是有蠻敏感的 可是可是我們真的也很好奇 鄉龍你知道嗎 馬總統是不是真的是打開報紙 才知道 蔡英文跟王金平見面 那當然 因為馬英九這件事情 他當然不會表示任何的意見 通常因為 不表示意見 有兩層含義 就是第一個就是說 他們基本上認為這件事情 多講沒有好處 不過你不能不表示意見 因為你一定要表示肯定 因為王院長是在 在為零食會奔波 你一定要很感謝 可是肯定 但是重點在於說 王金平有沒有先跟蔡英文報告這件事情 跟馬英九 對 就跟馬英九報告這件事情 他一定有兩個含義 一個就是說 我們把話語錢就給王金平 我不講話 隨便你怎麼講 你說有跟我報告 好吧 那我就當作有跟我報告好了 我也不要去拆穿 或者去跟你說說對話 那第二個就是說 因為我講了之後可能不好 那所以乾脆就不要講 那其實 王金平的講法他是說 他是用比較含糊的方式 有跟馬英九說 他會跟這些在野黨的領袖們見面 那這種的見面 你說 因為我不需要才告訴你我要跟這個 跟蘇貞昌跟蔡英文 其實這講得太細節 這個東西就隱藏風險 我舉個例子 林潮欣說 林潮欣常常跟他老婆講說 我今天晚上不回來 我就要跟朋友一起吃飯 這是真的 但是他其實是跟他的女朋友吃飯 那林潮欣有說謊嗎 沒有 林潮欣並沒有 但是你說老婆知道生不生 當然很生氣 但是你說他說謊嗎 沒有 因為林潮真的是跟朋友在一起吃飯 好像我跟我老婆講說 我要去買個包包 結果我買了一個駁金包 還有好可怕 對不對 所以 這是確實有一點中間的 所以他基本上就是說 那個話語權是給王金平講 但是就是說 因為我覺得王金平去開案餐 因為他們私交本來就不錯 那他給我的感覺說 王金平在這次的臨時會當中 他一定會動 那大家會說 那這個案子 剛剛蔡總老師講就是說 這個案 臨時會應該很容易過 因為目前臨時會排進來 大概有19個案子 當然美牛相相對來講 會比過去容易容易多 但是如果你把正所說這些 都要放進來的話 其實他還是有一點 有一點很複雜 所以他跟他們溝通兩件事 第一個就是說 希望不要就是說 搞得太細索 一個案子一個案子 慢慢再討論 能夠能快一點 大家有公司就趕快過 第二個就是說 因為他知道民進黨 一定不會這麼單純 他有其他動作 那民進黨 那天林權在現場 蔡英文說 我們是討論什麼 小英雞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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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蔡英文是怕 傷了蘇貞張的心 所以他不能講講真話 林權在旁邊 是因為他們要丟出一個案子 叫做財政收支劃分法的 修正草案 那個東西只要一進來 那你就沒完沒了 所以還是 王院長還是很辛苦的 還是他是到處奔波在談 這樣的會面 怎麼可以曝光 你不覺得很奇怪 你不覺得很奇怪 你這種好社會的人就會有這種 對 所以如果按照我們這個 鄉長講這個案子 如果要是處理交 以他出面 小英一定會賣的面子 不會出來繳禍 那這麼講 我這樣的功勞 無人知道怎麼可以 所以不如丟個東西 欸 頭起到 欸 我跟這個 我去瞧這個事情瞧 那怎麼會幫我曝光呢 所以他的功勞 以及他的影響 相對的會讓馬雞雞雞雞 看爆了知道 喔 這麼厲害 但我真的比較好奇的還是 那個網友真的太厲害了 超乎我的想像的厲害 我必須說喔 我實在很難相信是情治單位 因為 以馬雞雞的個性 如果他這個時候 會動用情治單位 早就動用情治單位了 那林醫師的事情 會拖那麼久 對不對 那 可是 我覺得這裡面 要不就是王金平被跟監 要不就是 蔡英文方面暴露消息 因為你要知道 其實這兩件事情都是有可能的 我現在還不敢講說是 哪一種可能性比較高 但是 今天你至少達到了一個效果 王金平今天要出來宣誓效忠 因為當他去會小英的時候 他在支持者心目中的忠誠度 就被打折扣了 他不但是要宣誓效忠 而且是要告訴大家說 臨時會他一定要完成 對 我相信他非得 這個是他一定要完成的任務 我想 後面還是一點時間 我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TPPS最新出來的民調 是不是整個馬總統的 整個馬政府 是不是已經真的是垮了這種感覺呢 我們只是針對馬政府的連結度 馬政府的連結滿意度 我們上一次做的是去年的 他的就職 滿意是52 那現在7月份 一年多的時間掉了33% 現在滿意是有19% 不滿意是62% 我們再給看 廉政署成立了一年 對不對 滿不滿意 不滿意60% 滿意的10% 那靈異事案之後 你對馬政府的清廉執政 有沒有信心 有信心的只有25% 那特徵組辦零案 能不能水落石出 有信心的只有35% 沒信心的都是超過六成呢 超過一半 所以這個是整個的一個 一個看起來 就是你唯一的一個清廉招牌 現在因為你的親信 涉灘 所以整個看起來 民眾全部的信心是垮了的 太室老師怎麼解讀這事情 其實我不認為說 這個因為馬政府的這個 青年度啊 這個崩盤啊 就造成這個藍綠板塊的這個移動 其實我們真的關心 這藍綠板塊會不會移動 誰 我想台灣的老百姓 本來對政府 本來就是抱著一個懷疑的態度 只是這個靈異事案 變成一個導火線而已 那你看這個馬先生 跟這個蔡英文當年在競選的時候 主要問題的徵集還是在兩岸關係 還是在兩岸關係 所以我認為說 這個將來會影響到國民黨的政權 真的還是這個民進黨 對大陸的這個態度的這個轉變 那最近幾次 不管是蘇貞昌也好 或者蔡英文也好 他們都對大陸表示 釋放出一些善意嘛 那我們就不知道他這個會走多遠 我們就拭目以待 果子的話我認為說 這個沒有信心 那民進黨你如果去看民進黨 那老百姓對民進黨的這個 清廉度也這樣 我看也不可能太高了 可是現在的問題 會不會造成一個效應 就是因為你其他的 政策都沒有辦法推動 然後唯一剩下就是清廉的招牌 現在清廉招牌一垮 就是說你在整個 馬總統你要推任何政策 現在都會受到阻礙 都會沒有辦法動 我覺得這個是效應的問題 這才是重點 我覺得台灣的社會正義 如果不能夠透過這一次的 這樣的一個弊案的揭發 偵辦 那麼做一個理清的話 我想台灣人對整個政府 不管是藍綠一樣 都不會有信心的 對台灣整個的一個前途來講 是可怕的 所以我們講 如果這次特徵組 能夠真正拿出一點點魄力 他跟風欣講跟他沒信心 這個時候你再不拿出一點魄力 來做一點事情 至少你都辦林醫師案之外 幾件案子給我們看看 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才能對你這個政府也好 不管是將後來民進黨執政也好 也要有一點點信心 沒有整個都垮掉 對台灣的戰鬥是不好的 我都不去要求說什麼 林醫師外的案子才能辦兩件 我真的是林醫師案 你給我辦徹底就好了 我說真可得 現在你看你還能夠怎麼樣推 如果大家都有這麼的疑慮的話 這是一個 但是坦白講如果說在這種情況之下說 對馬英九的清廉還有信心 什麼的 我也覺得很奇怪坦白說 可是我覺得馬英九的問題 並不是在於他的清廉度 從頭到尾都是能力問題 就是說他不是對馬英九的清廉沒有信心 是對於你整頓清廉有信心 沒有信心 對 不是對於你處理 這個對於你用人沒信心 是對於你真正的 在你碰到問題的時候 如何處理人的問題沒有信心 那也不是對於說 你推動政策這件事情 你的決心沒有信心 是對你最後的能力沒有信心 那不 那這個就是 所以你現在回頭去看 所以跟什麼清廉啊 什麼這些東西都沒有關係 都是能力問題 其實包括王金平 就是你到今天為止 你到底如何去掌握王金平這件事情 也是沒有信心 也是沒有信心 對 大家對王金平的沒有信心 是來自於 對於你馬英九 掌握王金平的能力是沒有信心的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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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講王金平 王院長了 你連羅書磊都沒有辦法的時候 你還能夠做什麼黨內的 你有什麼樣子的領導威信 也沒有了嘛 你連楊麗環都沒有辦法掌握 是啊 所以現在各種的聲音起來 那就是你黨內 你也控制不了的時候 我覺得不能這樣講 是你說控制一個 國民黨籍的立委不能夠發言 那叫做他的能力嗎 不盡然是這樣子 你國民黨本身有一些 當然你不能夠一言堂嘛 你不對就要講 這是沒有關係 只是說我們剛剛講 你如果界定馬英九沒有能力 那你就完全贊同民進黨的說法 那你當初宣傳 我覺得不是能用的問題 而是整個氛圍裡面 他應該這些所謂的幕僚 應該給他提供一些 更有效的方法 而是這些幕僚我看給都不好嘛 所以他奔成 他一個估計的運動 王金銘要起來 這邊要起來 不過我就是很大事 是這個人的問題 不是這個人的問題 對 幕僚也是他用的啦 對啊 相對我們那些科子 這些幕僚沒有進展 如果年輕聯 大家都沒有信心的時候 不過我同意一件事情 其實所有事情都是相對的 就是你現在把馬英九 跟蔡英文 重新再拿出來 你對誰的輕聯執政 比較有信心 你對誰的執政 不能這樣解釋 我覺得不對 我說這是相對 相對的時候 所以你對他沒有信心 可是並不代表你 因此就對蔡英文有了信心 其實現在這個也是很好的機會啊 好好地做幾件事 對 有能力展現出來 因為這種下去的話 其實對台灣也真的不太好 整個都已經形成了 不過這個推動政策 其實是看你這個多數聯盟 怎麼樣去形成 對 那跟他的是不是青年 我認為關心不大 他本來已經是多數了 他要說真的 那這個能不能形成多數聯盟 就跟他能力有關嘛 就封心腸了 他這個沒有這個 他不願意去跟人家妥協 不願意去去拉攏這些 可能支持的這個 你時會開玩樂 你時會開玩樂 你時會開玩就不一樣了 沒什麼